印第亞那州西野市的西野高中 昨天晚上舉行的一場禁音樂會 結果卻突然發生了舞台攤落的意外 造成13名學生受傷 所幸傷勢都不嚴重 有關單位正著手調查事件的發生原因 昨晚在西野高中舉行一場名為 美國派的音樂會 當十多名表演學生集中到舞台中央 又唱又跳時 舞台突然整個塌陷 原本在台上的學生瞬間消失不見 現場頓時驚叫聲四起 家長以及其他學生趕緊衝上前搶救 共有13人受傷 還有人需要送醫治療 不過情況穩定 這場音樂會約有75名學生參與製作 原本歡樂的氣氛 在事故發生後一下子變了掉 不過學校今天照常上課 但也有心理諮商人員做好準備 以便輔導有需要的學生 我們來做聖會 收下絲合 確實 Levine